Hello大家好,我是阿丽 前几天啊,《邪恶鸣客》Inscription的作者Daniel Mullins发布了一款小游戏 Your Free Beat Body,你的免费小老弟 画面略显朴素,又只是一个试玩版游戏 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款游戏没什么好玩的 但当我玩过之后,发现它虽然短小,却隐藏着不少彩蛋,非常的有意思 这是一个类似于电子宠物的游戏 这个绿色的玩意儿就是我们免费的小老弟 根据它的提示,如果我们按下游戏的退出键 或者直接关闭游戏,它就会死去 这么玄妙的吗?我偏不信 于是我就把游戏给关了 再于是,事实就是事 小老弟真的挂了,变成了一堆枯骨 而且我再想重开游戏,却发现没有新游戏的按钮 也就是说,小老弟是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好在,还有删除存档的办法 我们重新开始游戏,进入游戏之后 发现有喂食选项 但食物仅仅是从天而降,小老弟并不想吃 他说他不饿,随着食物的增加 他会开始担心食物太多,导致游戏崩溃 然后他就死了 于是他给了我一个清理物品的按钮 不过我还是不信邪 瞧不起谁呢 搁着电脑配置不说多好吧 玩你这个游戏还会崩溃? 然后,他真的崩了 再进游戏已是阴阳两格 小老弟,走好吧 给你整个帽子戴戴 山党再进游戏 这次喂的差不多了 就把食物给清理掉 他会邀请我一起玩游戏 这个游戏是接球游戏 他来扔,我来接 瞬间我就感觉 我比较像是一只宠物 没接到球会掉在地上 那么如果我们故意不接 球满了会怎么样呢? 游戏页面底下的评论区里 已经有玩家试过了 我们一起围观一下就好 看来游戏也是不会崩溃的 十次接球之后 他会要求我清理场地 在清场的过程中 屏幕会黑一会儿 回来之后 小老弟非常害怕 说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非常的卑微 然后又邀请我们 进入下一个环节 任务 这个环节就像挂机手游一样 打怪升级 然后选择升级路线 突然就roguelike了起来 怪物越来越强 升到7级之后 小老弟当场去世 这个环节就这么结束了 他表示希望可以超过7级 不过按这游戏的尿性 我们可能是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之后的环节 我们需要在promo code这里 输入holiday 就可以和小老弟一起度假 饭粥糊上 迎着夕阳 我和小老弟过起了二人世界 他说他也曾经在这里划过船 但那次只有他一个人 而现在是跟我在一起 非常的高兴 他回忆着跟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吃饭 玩球 还有打怪升级 我想如果你还是计划着要杀死我 在这里会是一个好地方 我很高兴能够死在这 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一起活着 说完这一句 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试玩版本 所有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必然会关闭游戏 他作为试玩版的主角 也必将死去 所以他希望下一个小老弟 可以像他一样感谢我 真是非常善良的小老弟 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关闭了游戏 在打开的时候 他果然又变成了一堆枯骨 让我们回到打怪的环节 在这里可以输入Sword Body 小老弟手中的剑就获得了双倍剑刃 攻击力瞬间提高 炼击道路就简单了起来 20级就会出现拿着镰刀的死神 但在21级的时候 我还是被死神一个暴击给秒杀了 根据国外网友的截图 他的小老弟炼到了1000级 非常的干 而且出现的怪物依然是死神 于是合理推测 20级之后的怪物就都是死神了 接着来到度假环节 如果我们在小老弟说出 希望在这里死去的话语之后 立刻结束游戏 下次再进入游戏的时候 小老弟真的在船上变成了骷髅 用他的话说 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那么我们如果不退出游戏 小老弟是不是能够一直活下去呢 其实在游戏中 使用Ctrl加Shift加H的组合键 可以让游戏内的时间前进一个小时 于是我在流程结束之后 使用这个按键 对时间进行加速 小老弟会说 他觉得可能在24小时之后 度假的按钮会再次亮起 到时候我们又可以享受假期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身体先是变成了灰色 然后渐渐变白 24小时之后 他发现度假按钮并没有亮起 这其实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只是他希望可以有奇迹发生 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 我感受到了不同 我的RPG等级不再重要 但我怀念那天的落日 我们的友谊 继续增加时间 小老弟浑身雪白 就像一个老人 时间到了 我感受到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一起度过的假日 无论我如何输入度假的密码 度假按钮也再也没有亮起 小老弟就这么去了 寿终正寝 再进游戏 依然是一堆枯骨 在游戏页面的评论区 我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有一个名为P03的用户 发表了一个评论 说Casey曾经玩过这个游戏的测试版本 多好的女孩 可惜她已经离开了我们 玩过邪恶名课的玩家 应该对P03和Casey这两个名字 都有印象 在邪恶名课的隐藏结局中 P03其实是完成了数据上传的 消失在了互联网的海洋之中 这位用户的注册时间 正好是小老弟这款游戏的发布日期 那么这位P03 会不会又是作者 留给玩家们的彩蛋呢 在游戏中 还可以输入另外一个代码 LandNail.exe 之后会听到一小段杂音 经过查询 这段代码其实涉及到 另外两个游戏 当玩家在玩Binness the Surface的时候 输入LandNail.exe 就会弹出Zhex这个游戏的隐藏结局 所以说不定 这款小老弟的正式版本 会和其他游戏有所联系 这真的是作者的一贯操作了 所以就让我们一边缅怀 那些年逝去的小老弟 一边期待完整版的发售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三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